應該講很多都是傳聞 對 都是傳聞 而且可是這一次 為什麼包括你剛剛提到的 包括國際媒體也都開始在報導 那麼而且主要是因為率先提出 比如說李尚福 從8月19號 19號吧 是不是上次出現在8月19號 29號 29號 當時他有出席中非和平安全論壇 那之後就沒有聲音了 那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個國防部長本來就不是天天露面 他又不是國防部發言人 他也不是外交部發言人 那麼可是現在是因為 是美國的駐日本的大使 這個伊曼紐爾 他自己在這個社交平台 X上面去提出來 他很有意思 他還把習近平的那個內閣 他的政府比喻像英國的 著名的偵探小說家Christine 所以你不是寫了很多那種 很學你的小說嗎 那麼他還講到說 現在先是外交部長秦剛失蹤 然後火箭軍的指揮官失蹤 現在是國防部長 李尚福兩個禮拜沒有露面 他我想說 中國現在很多人失業 這一場失業大賽 是年輕人失業 還是連習近平也要失業 這個話當然有很強烈的 這種影射的意思 那王毅的話題就你剛說的 是另外一位在 在中國外交部也當過的一個 現在在美國的一個先生 他也是在推特 也是在X上面寫的 所以有人把說 現在的對中國的這個議題的猜測 似乎變成都是在推特上面 來討論 因為全世界都看到的 而且過去 這個被當作茶餘飯後 可是這一次你看 國際的媒體也在報導 歐盟官員也在問這個問題 美國的駐日本大使 正式的用他的身分來寫 那很大一個原因是 因為秦剛 大家都從秦剛這件事情 得到了一個很深刻的結論 當初秦剛大概也有 大概一段時間沒有露面 那麼就開始有人在談 秦剛呢 秦剛呢 那結果當時問 中國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他說都講說 一切照常 我沒有可以補充的 什麼等等這些話 結果現在李尚服 兩個禮拜多不見 大家去問這個吳謙 或者問這個外交部長 外交部的發言人 又是這樣的回答 類似的回答 所以大家 因為有了前面一個經驗 回過頭來就認為說 始終必有文章 始終必有文章 而且呢 剛剛講到說 李尚服 因為牽涉到 連美國官員都相信 如果有事的話 一定是跟貪腐有關 這個又牽涉到之前的 火箭軍的那一波 因為李尚服 是最早跟火箭軍有關的 那一波倒了一堆人 李尚服是最早 火箭軍的司令官 從那邊出身的 所以這當中的牽扯 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 那王毅的部分 最主要一點 王毅的一個 讓他覺得奇怪的地方是 因為本來七月份的時候 中國說要派他去美國從事一個 更廣泛的一個訪問 大家說是為了要 為這個拜習會做鋪陳 那本來九月份 聯合國大會 會是王毅一次到美國 跟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會面的一個機會 結果現在傳出來的是 要由韓正國家副主席去 而且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王毅就不去了 可是王毅不只是這個事情沒去 最近包括澳洲重要的外交部長 去中國訪問 結果會見的人是前外長李肇星 王毅也沒出來 那麼大家還記得 金磚會議的時候 有一個中國的翻譯官 不然是形成怎麼回事 跟習近平跟丟了 後來在門口外面 被南非的警衛給攔住 我對這一幕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大家都說 王毅是鬥倒秦剛的人 而秦剛是習近平的人 然後王毅大家記得 他在當外交部 李賓師師長的時候 後來他出了事 白俄羅斯的一個外交官員 曾經出來講說 他過去為了要安排 這個習近平去白俄羅斯訪問 秦剛是李賓師長 半夜三點鐘 都還到那個地方去走步 走位 走位 去勘察到 絕對不容易失意好的疏失 結果你現在外長 換你王毅來代理了之後 就給我出這個球 那是不是這樣子 讓王毅真的在家裡 寫檢討報告書 這個我們當然 都要看後面更多的 因為到現在為止 我剛剛講過 李尚福說美國的駐日大使 提出了這個質疑 你人在哪裡 也有人認為說 這個言過其實 因為事實上一個國防部長 本來就沒有天天要露面的道理 好 那我剛剛講過說 為什麼會有引起 這麼多的這一些的猜疑 一方面有些事情是有跡可循 因為李尚福 有沒有可能因為牽涉到貪腐 而被這個清算整理 這不能排除 那另一方面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整個中國現在看起來 整個的政府機器運作 似乎出了很大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幾個人事的問題 我們看到最近以來 看到中國的這個 這個內外 有非常多的一些措施 都是無法理解的 你說像那個河北 福建 廣東 黑龍江 哈爾濱水災 結果高層不理不睬 那迷念衝天 然後一會兒 日本這個核廢水的問題 這個中國高調的起來 要對抗 結果沒兩天就趕快消生利機 因為後來發現中國的海鮮業 被打得更厲害 而且更要命的是 都說那個是有放射性的毒素 會擴散 那現在國際原子能總署 已經證實沒這回事 那最主要一點是 中國老百姓嚇到了 每個人都去買那個什麼 輻射鈣格劑來做測量 結果這一測量 結果我看得很好玩說 最近中國的民眾 到各地的海水海邊 去做輻射測試 結果發現這個遼寧是85 天津57 山東94 江蘇87 浙江93 上海74 福建93 廣東112 然後東京灣在排放了水之後 撤得的這個輻射指數是多少 是0.19 差那麼多 然後福島是0.20 所以中國各地的海水輻射值 海翻了這個日本的這個情況 所以它現在不得不達 不得是趕快收起來了 又收起來 然後又不斷的用一個新的 最近就在推華為 新機什麼 蓋過了美國等等 後來就查出來 你根本不是技術的提升 而且它那個耗能 也不可能量產 好 我講的就是說 甚至現在大家講出來說 中國是不是已經開始進入到 一個說把中國變成為 就像一個印度專家在評論 這個美國製作大使的這一番話 他說中國現在 習近平已經把中國變成一個 現代版的叫波坦金村 這個西方政治學 有一個講俄羅斯 古代的中古俄羅斯的歷史 有一個叫做Potemkin village 那簡單講就是說 是一個專門在自欺欺人的 政治門面工程 過去我們都認為說 北韓就是這樣子的 你看去北韓 表面上平壤那個地方大同世界 事實上是這個 都是掩蓋出來的 現在看起來習近平真的是一個 大的北韓的一個思維 所以難怪你的國防部長 才兩個禮拜沒見面 大家已經把你認為說 就是一個秦剛的方法了 是 請教這個施馬怎麼看 像是說習近平在南非的情況 或者說三個副國級的這個 出世的傳聞 首先我覺得從秦剛開始 就是非常不正常的 就是秦剛出了一件事情 然後火箭軍被團滅 然後現在已上伏失蹤 就這一個人出了事情 一個可以說出就是說 絕對不是一個正常國家 一定內部出了很大的事情 那麼作為結果可能都是以反腐為名義 說他們都是腐敗分子 但是原因我認為絕對不是 反腐絕對不是直接原因 因為共產黨反腐到現在為止 已經很多年了 從江澤民 胡錦濤 反腐 習近平更是這十年沒做別的光反腐了 反腐的時候他有幾個原則 就是說抓大放小 殺一警百 如果說火箭軍有人出事 大家都是無謂 所有人都反腐子 我要抓一個最典型的 狠盼的把大家嚇住 然後一點點換人 你百治軍隊所有人全換掉了 這個就是說對軍隊影響很大 過去比如說許才厚 郭伯雄 兩個軍委副主席 也要空一段時間差再處理 他同時處理就說明很大事 特別還有一個秦剛是習近平自己 因為能夠提拔秦剛的 只有習近平一個人 秦剛從這個外交部的 李賓斯司長到外交部副部長 到駐美大使 駐美大使只做了一年三個月 回來以後當外交部長 三個月以後當國務委員 連升三級 這個值習近平做到 習近平對他期待很高 但是沒有幾個月 三個多月就出事了 出事的話 那就是說一定是 你想秦剛他被這麼 連升三級提拔上來的話 破壞了官場的規矩嘛 很多人等著上位的人 沒有上位就是一定會引起 最後大家把秦剛扳倒了 那可能有人扳倒秦剛是王毅 那麼也就是說王毅一定拿著 很多確鑿的證據給習近平看 習近平不得不揮給展馬蘇嘛 因為理由政治確鑿嘛 但是習近平也一定不喜歡王毅嘛 就是按個邏輯上 你把我的布局都弄壞了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呢 整個中國的官場是每個人 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啊 任何人包括像秦剛這種 習近平最看重的 提拔上來的人 一下子也會消失的話 我想進入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 這種相互不信任的環節了 那麼李尚福我認為 出事的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他那個發言人的講話 就影射性太強嘛 這個如果李尚福 正好是在家逛暑假呢 那絕對出來以後 這就變成會變成政治問題嘛 那一定是授權透了一點風聲嘛 那麼在軍隊裡等於說火箭軍全滅 然後衛奉河出事 然後李尚福再出事的話 那麼我覺得習近平 現在整個軍隊裡面 現在的軍隊是習近平 把許才厚 郭伯雄搭到以後 現在的人全是習近平 自己提拔上來的人 而且進行大幅的軍改 現在的軍隊突然間亂成這樣的話 那習近平我想他一定是 滿頭是包的一種狀態了 那現在我們講的習近平 到處不敢出去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是說中國的軍隊 我想在文革的時候 都沒有這麼萬個 所以說怎麼說呢 有人說現在習近平 怪不得最近美國不是說 這個習近平可能打台灣的 可能性不大 我現在也是這麼認為 就是第一 你軍隊這個潰不成軍嘛 大家天天給你上面訓話的長官 一個個被抓起來 然後心裡還在長官 我沒有互信基礎 我憑什麼給你賣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軍隊出這麼多事情 你要是武統對台灣實行武力的話 你敢授權嗎 你敢把軍隊和武器交給軍人嗎 俄羅斯那個普里格欽的 歷歷在目的 就是這幾個月之前出世 所以在這種時候 習近平要整個整隊軍隊 在軍隊培養自己人 但是說現在我們看到毛澤東的時代 軍隊有好幾個非常毛澤東鐵感 最相信的人嘛 比如說有一個叫許室友的 他是政治局委員 但是說毛澤東讓他當廣州軍區司令員 就是說後來有人問毛澤東 為什麼許室友政治局委員 應該在中央工作嘛 那麼高的位置 毛澤東說如果說有人知道 由許室友領兵在廣州的話 在北京有想鬧事的人會投鼠即棄 許室友會帶兵進京護駕 所以許室友在北京就會 就是背後一網打盡嘛 所以一定派自己的親信 手握重兵在外地駐軍 這是毛澤東預選的方式 但是今天習近平的軍隊裡面 竟然出世這麼快的換人 每個人都是熱鍋傷腸的螞蟻 在詹詹寧如以波兵的狀況之下 到底這個軍隊有沒有 對習近平的有忠心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大了 那你中共講那個外交五小事 還有這個軍隊現在的情況這樣 是是有問題 還有一個我前不久跟一個 就是日本的研究中國專家的人 他講啊 他說習近平最大的問題是 從來沒有用自己的話 去訴說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這個人啊 大家是對他沒有感情的 習近平永遠是念稿型的人物嘛 所以說他是沒有光環的 雖然你掌握掌握權利 所以說他跟毛澤東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中國 最重要的是外交和國防 這兩塊現在同事出事情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現在真的 一定是滿頭是包 問題非常非常嚴重 非常混亂 那我請教像最近這個 這幾天他們就在這個太平洋 進行這麼大規模的這個 海上的海空軍演 您覺得就是他要做什麼 是要掩蓋說我內部其實不行 但是你們這樣一直說 我沒辦法打我就眼給你看還是 這軍演到底是什麼想法 這個是有各種各樣的說法 但是某種意義上 只要是有軍演的話 軍隊就有很多的預算 就有很多的可以上下起手的空間 所以說軍人都是非常喜歡軍演的 那麼我想這個如果說軍隊 就是說快失控的情況之下 那麼每個部隊 每個部門 都想我要表演一下軍演嘛 表演一下軍演 如果剛才你講的是 外交上的示威是一個 有全盤考慮嘛 國防 外交在一起嘛 現在中國這個混亂的情況 我覺得沒有這麼大戰略性 反而是可能是不是東部戰區 或者哪裡我們是不是軍演一下 多花點錢 多振興點錢 這可能性是不是比較重要的 並且這麼大的地方 當然是除了 titинг製作者就能夠 甚麼 我們 找 橘 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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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